中措 措是停止的意思,如中措,是说做某件事情,半途停止下来。 所以措学就是指学生半途停止了学业,而措耕是说农夫半途停止了耕种。 与措字相近,有好几个字,我们也在这儿一并地说明如下,首先介绍的是这个措,这个措字的国语注音呢,也是吃卧措,四生措。 措就是尝东西,如措粥,就是吃稀饭,措名就是喝茶。 礼记坦公篇记载说,措熟饮水,尽其欢,似味之笑。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家里虽然贫穷,但是能够博得父母的欢心,就是所喝的只是豆粥,所饮的只是清水,也一样算是尽到孝心。 这段话,我们做子女的应该要多多的体会。 另外,措也是哭泣的样子,又叫做措气。 其次,再介绍夺字,夺的国语注音是,得我夺,二生夺。 夺的意思是识取,如房子里显得很凌乱,把它收拾整齐,就叫做识夺。 最后要介绍的是一个坠字,坠字的国语注音是,知味坠,似生坠。 坠的意思呢,是连起来的意思,如补坠,是用线把衣服破的部分缝合起来。 坠文,坠句,是把文字连起来,也就是著述或做文章的意思。 要提出来的是,坠字也可以读错的音,不过当读错音的时候呢,就跟左边这个错字的音是相同的, 而且,也有指与戒指的意思。 如礼记、乐记当中记载说,礼者所以错音也。 特别提出来给您做个参考。 今天就介绍到这儿了,非常谢谢您的收看,明天再见。 。